咱直接开除处理也得了 好吧 你有毛病啊 犯个错就要开除啊 他是没有认错呢 还是他态度不好呢 他是坚决不认错呢 不是 你不能这样 这犯错人家改了就行了 不就是治病救人 成千毕后吗 你把他给开除了 那对其他老同志怎么看啊 人家心里会怎么想啊 我不同意啊 那你说那怎么出发代价呢 怎么出发 你要是一定 一定 要这个 立个典型的话 我觉得要不然 你了解你妈呀 要不然你想一个 既能让他记得住 又不要让他太没面子的 一个出发 行 我知道了 你等会儿吧 反正我有错嘛 就承认呗 就是别罚我款就行了 那个 来来来啊 那个各位业务顾干啊 我宣布一下是对 对蔡东梅的这个处分决定 出于一千元的罚款 责令在三日之内 把现金交给田密 儿子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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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多 你 你不能对我这么无情啊 先坐下 这时候叫我常总 希望你要记住此次的教训 好不好 常总 那我们三位就获得大赦了吧 三位叔叔阿姨 就暂时记答过一次吧 好 非常好 试用法力适度 执法严明 我认罪 我也接受这个惩罚 常总啊 我明白 这回我们这娄子捅得有点大 行 知识就改吧 都自我反省一下 这事就到此为止 这样也挺好的 你赶紧把你那个 这个今天的这个文章的标题 给我看一眼 定了吗 这个事呢我正要跟你商量的 我 我是这么想的 我准备计划呢停更三天 停更 等会儿 为什么呀 是这样的 数据造假这个事呢 不能只说呢 处罚一下我妈呢就完事了 我们啊拿着东西做广告 那么数据造假了 这是绝对不行的 是啊 我们已经内部认错了 我们也内部解决了 你还要怎么样啊 不是 我 我们要给外界一个交代啊 有什么交代啊 虽然这个数据的确是 有一些虚假的成分 但是我们的广告效果也很好啊 正因为我们广告效果非常好 所以天狼心在跟我们续约了 对 我承认 这 这个文章 是有一些虚假的这个数据 可是就算他们不刷 我们的数据 稳定在那儿也是漂亮的 也没有说多差 但毕竟我们还是刷了 对不对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第一 我们停更三天 向外界呢 说明我们停更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 既然我们已经数据造假了 那我们就要告知我们的客户 我们造假了呀 他们愿意跟随我们 我们要听同人的意见 如果他们不愿意呢 我们可以把钱退给他们 或者给他们呢 再免费做一次广告 第三 我们要通知天狼心 如果他们愿意 继续跟我们续的话 那我们再续 你吃错药了 摩世 还是你是敌人派来的 你是来毁长盛赢家的是不是 还是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都已经说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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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 他们这次做得不对 可是我们内部知道就行 为什么要告诉别人呢 为什么要对外宣布 我这地方不好看 我这地方错了 你什么目的 什么心理啊 你以为你不说 别人就不知道了呀 那都是明眼人 一看出去一看人家就 就算一看就明白 你也不能把这事主动 拿出来说 这是不对的 常盛赢家现在刚刚起步 我们刚刚做得有点特色 你怎么着 你当头一棒 你要把自己砸死吗 再说了 你自己去报 你觉得效果是什么 你觉得别人会说 常盛真牛 真好 他自己是检举揭发自己 不 别人不会这么认为 他们会觉得你在炒作 你粉丝很快就会流失了 甜蜜 我告诉你啊 这个事我知道了 我就不能允许 你知道吗 好 那么既然出了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为了这个情况 我们要做出一些 一些补救的措施 我们实事求是的 告诉给别人 我们就是作假了 我相信别人会跟随一个 真实的常盛人家走来 你改了就行了 你废用书干吗 不是 我就不管 你是一定铁了心 要这么做还是怎么着 我就要这么做了 拦不住是吧 怎么呢 我们不认为这有什么 有什么错误啊 你干吗呀 你这 你这是 你这 什么态度 好了 你就别丧着个脸这么生气 他把你自己气坏了 这怎么这么宁啊 这个人 真是讨厌 真是太宁了 我跟你说 这次 我不会轻易回去的 我一定要给他个想法 我也 行了 你这次这么突然一走 他肯定也得好好想想 我说不准啊 他这次不一定真的会停更 肯定会停更 他肯定会停更 以我对他的了解 行 你别着急 我看看 好吧 你不用看 他肯定会停的 我看看 他还真的发了停更声明 你看 那上面说什么 常盛赢家的读者朋友们 你们好 即日起 常盛赢家将停更三天 那因为我们发现最近 几期常盛赢家的数据有异动 经查明 是由公司个别员工私自进行的 数据刷新所导致 为此常盛赢家呢 特向大家表示歉意 为此我们停更三天 反省整顿 期间跟我们所有网来商务客户 均可要求退款 你说他是不是讨厌 他真是啊 这一天天呢 全是倒霉事 这一天 你呢 看看这个 这个不倒霉 记得前一阵子 你不让我做一份 前一百名的自媒体的数据分析吗 我呀 觉得不够过瘾 干脆把所有自媒体的数据 全都给你梳理了一遍 你做的 当然了 我给你讲 想要的数据上面全都有 数据显示啊 排名前三位 最喜欢在自媒体投放的 广告客户呢分别是电商类 互联网服务类和生活服务类 其次呢是个人美妆护肤 这个快销品 食品 还有生活居家类 这份数据绝对有效 我对你光不相看啊 这真的是你做的 那当然了 我跟你讲 这就是在我的 指导和要求下 我的助手协助我完成的 请问你的助手是叫狗事吗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甜蜜 你可是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他呀 在家闲人也是闲着 我就问他稍微帮了我 一下下跑了一下数据 没想到他真的挺管用的 这份数据上显示 最开始其实还有 甜蜜科技的投放呢 数据显示呢 甜蜜科技在自媒体的投放上 有过很多次 都是关于招生类的 与此同时还显示 很多教育类的公司 特别是像教育 英文培训招生类的 最愿意在自媒体上 投放这种招生广告 其实我们潜在的客户 还是很多的 没错 在网上有很多篇 爆款的文章 那么长盛这些文章 都是他自己写的 那么长盛赢家 它其实是一个主要 关于金融啊 你说那个长盛赢家 就是今天 你们自报虚假数据 的长盛赢家吗 是 是 那我想我们跟他聊了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这个号的广告 我们可以投放 因为我们之前 找到那些自媒体 都有虚报数据的嫌疑 所以我们这次 就是想找一家 比较数据 真实存在的自媒体 真的 太感兴了 太感兴了 这么早就回来啦 这么早就回来啦 吃饭了没有啊 要不我给你煮点面 不饿是吧 不饿他就不吃 正好 我呢 给你汇报一下啊 在你扬长而去 在我停更之后 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个粉丝啊 没有离我而去 反而呢 还涨了两万 那你再看看 下面的评论 那对我的支持率 达到了百分之百啊 屈牛 哪有百分之百 好几十条骂你的 你是看不见的 你看不见我都看得见 你还真是看了呀 我干嘛不看啊 那不挺关心的嘛 我没有说我不关心啊 那你干嘛扬长而去啊 我去给你拉广告去了 你今天扬长而去之后啊 我妈她们啊 都以为你辞职了呢 我说呢 不能够是吧 甜蜜不是那种人啊 你今天扬长而去之后啊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比较 钦佩我的 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我的风度 我的远见 我的高度 是 那是不是以后重大决定了 还是得听我的呀 是 行了 找这句话我就踏实了 但是 还有个但是 你但 不 你单身 虽然你这次 决定是对的 实时证明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还是有安全隐患的 因为你不可以这样 一意孤行 除了这样的突发的应急事件 我们之前没有经验 我觉得我们应该商量着来 不能这么快速地 就做出决定 当然你这个快速决定 是正确的 可是以后 如果你的快速的决定 是错误的怎么办呢 嗯 行 你 你这条意见呢 我细取 好了吧 那行 那我没什么了 那我去睡觉去 行 那您晚安 好 早点把那个提伤给我 好 到门了 哎 来 孩子 你看这儿怎么样 这家没开门呢 那肯定没开 这是我跟你爸承包的 钥匙还没拿到呢 要不然我们带你自己看看吧 爸妈 我知道 开便利店是个好事 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 真的不适合你们俩 怎么不适合呀 这个可比开小吃摊啊 有钱多了 不用风吹日晒的 妹妹 这个挣钱又比小吃摊多多了 我知道挣钱多 不用风吹日晒 可是小吃摊至少再晚回家 它有个点啊 你看这个 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 全年无休 这你们俩身体怎么吃得香啊 吃得香的 扛得住 我听说啊 到总部申请的人 有一些比我们岁数还大呢 对啊 我真的不想这样 你 我不想给你们添这么大的麻烦 我不想拖累你们 我真的不想你们 借这个便利店 我 我很快就会挣钱 我 我 这合同啊 我们已经签了 妹妹啊 你放心 风雨来了有伞 危难来了有见 我们啊 下午就去培训 培训完了 就该上岗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好吧 这 这 这就我妈妈呢 这个啊 来 来 李妈 阿姨来 阿姨 您坐 田总 我 不是我坐这儿吗 对对 李妈 你搬个晚上坐这儿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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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太麻烦了 您 您就啊 先坐那儿 咱们先开会 先开会 好不好 不是 咱们这是什么会 到底是这个债委会开会 还是场胜赢家开会 因为啊 我 我 我得判断一下 我到底是用左脑思考 还是用右脑思考 是这样的 这个 这债委会的会 您看您是左脑方便 还是右脑方便 那既然是债委会的事 我就使用右脑吧 感性思维 好好好 他是什么情况 这刚才你跟东卫 让他起来又不起来 汤儿皇之都坐到了中间 他又不是债委会的人 不是 现在这样 那个李妹啊 现在不是咱们办公室主任吗 是吧 有那个列席的这个这个权 权利 那 那就列席吧 不 那他呢 他平常不都站那儿 你怎么也坐这儿了呀 我也不知道 长盛非让我参加 可是今天有个议题 跟我有关 不是不是 那个都稍安无躁 稍安无躁啊 那个一会儿啊 说 说他的问题 那个问 先问一下 咱们这人都到齐了吗 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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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那既然齐了 那咱们就先开会啊 咱们先进入啊 第一个议题 先问问各位 这个最近谁联系过 或者见过这个万百千吗 还真是的 不是 以前这小子 三天两头的 就就串过来了 还有些日子没见他了 还真是 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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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着 我 我能发言吗 你说 你说 记得前一段时间 我怎么找天明都找不到 结果 天明是被警察误抓了 你的意思是说 万百千也有可能被警察抓 我觉得 肯定被警察抓了 是 抓是有可能会抓的 但咱不是没有实锤吗 实锤 虚锤 反正都是锤 我告诉你 我火眼睛睛 我分析人一看一个准 这种人早晚得抓进去 也是 这个国家现在正在严厉 打击这方面的犯罪 它又属于这方面的人群 就是很有可能 这个小胡小伙儿 这个万百千被 被抓起来了 你分析的结论 跟我的分析一模一样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那咱们就有必要 进入第二个议题了 是这样的 因为田明呢 最近有三次的还款 我都联系这个万百千呢 联系不上他 这个钱呢还在我手里呢 就是大家伙儿看看啊 这个钱咱们要怎么处理 分了呀 万百千被抓了 那说明她的钱是非法的 那田明 哎 填她的钱 那就可以不算了 不用还了呀 这万百千犯不犯法 我不太明白 这得国家机关说了算 但是我同意分钱 我也同意 不是我们不给她分钱 对不对 是我们想给她 可找不到她人呢 对呀 哎呀呀呀 那个田明 那个你的意见是 先谢谢叔叔阿姨 你总是替我着想 占我这头 其实 这笔钱我是这么想的 不管万百千找得着 找不着 这个钱我是要还的 因为毕竟是问人家 借了这笔钱 而且在长盛的调解下 这笔钱现在是合法的 虽然万百千 我也觉得她挺讨厌的 可是至少她在债委会 她也是遵守了 所有的章程的 也没给咱们惹太多的事 所以呢 虽然现在人找不着了 但是钱还是要还的 那我就想要不然这样 钱呢我就先给长盛 然后长盛先拿着 等找着她以后 再把钱给她 这样行不行 这个我同意 这个光明磊落 对对 爸 你没有资格发言啊 我没资格 你让我坐这儿干什么呢 不是 一会儿讨论你的问题 好不好 好不好 那个是这样的啊 我呢是同意这个 甜蜜的这个意见的 因为人家万百千嘛 既然嘛 人家加入咱们债委会 而且呢也遵守了咱们的章程 那么咱们呢 就必须要保护人家的权益 好不好 那各位叔叔阿姨 有没有反对意见 没有 没有 这据说 好 那就全票通过了啊 那咱们就进入啊 第三个议题 是 是这样的 大家伙不都知道 我们家的房本 压在康哥那儿了吗 在 在我这儿呢 在我这儿呢 对对对对 那大家现在也看见了 这个甜蜜啊 现在 有这样的偿还能力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 这所有的债权呀 有全部收回来的希望 那是不是能够恳请各位叔叔 阿姨先把这房本呢 这个 还给我吧 哎 长盛 这我明白 就是按照咱们的章程 得把债还完了 房本才能拿回去 对 明白叔叔 您说的没毛病 但是我们家现在 不是有点特殊情况啊 想请各位叔叔阿姨 给 给通融通融吗 哎 长盛 咱们家什么特殊情况 呀 你 你 你梦游这事 不就属于特殊情况吗 我 我 我啥时候梦游了 我没有梦游啊 什么意思 小董妹 我们梦游过 是游了还是没有 不是 好像游了一点点 不是 那天不是 还挺圣人的 还拿着菜刀乱晃 这 老长 这事怎么搞的 你教教我很好玩的 没事没事 不是 梦游也不丢人 你这咱们的幼儿 你叫给我跳啊 这 这 这 不带气候呢 他 他 他是这样的 我爸现在没没钱了 房本又给压住了 着急 就是才有这这毛病呢 前段时间要缓解了一点 但是核心原因还是在于 这房子本它 它没收回来呢 所以大家叔叔阿姨 能能帮忙忙 帮我爸爸缓解缓解 让阿姨也能睡个好觉 是 好不好 就是 真是 不是 你这哪是让我仓废费呢 不是 我丢什么就吃 不是 是 阿姨 你想多了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 你看看这个 你看 长盛又说了半天了 我 我决定应该还给他 睡不着就要挺难受的 是是是 每天晚上起来要找房本 阿姨肯定睡不好觉吧 你想睡一身体 你不跟我说一说 这不有多可怕 我爸拿着菜刀乱晃啊 我就怕他来砍我呀 嗯嗯嗯 就是 我同意还了 别再游出点事了 我也同意 是吧 那 那各位叔叔阿姨都 可以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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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就这么定了 各位啊 没事反对的 我呢 马上就亲自把这个 押在我这房本 还给长生招死路 好 谢谢 谢谢摩生 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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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生 生自尊 我看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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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回事 怎么了 爸爸身体没事吧 没事了 吃完药好多了 你看看这个吧 他们这个公司真的很过分 关店半小时要罚这么多钱 咪咪 咪咪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你妈 你爸他身体没事 他主要是心里头不舒服 我知道 这样 妈 你先陪着他 爸 你别往心里去 都能解决 我去找人想想办法 好吧 咪咪 别找人了 合同里都写着呢 这 我看看 我是不是当初跟你们说 别接这个 别接这个 这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说了 全年无休 你们两个人哪儿蒙得过来 哪儿盯得住啊 你们也不请个店员 这样会把身体拖垮的 这种突发情况肯定会发生的 好 我不是说你的意思 这样 妈 嗯 你陪着他 妈 有什么不舒服你告诉我 我 我这招扰人 这太不公平了 没事 你这些材料呢 我都看完了 合同呢 问题也不大 我觉得咱就是正常走个流程 打官司的话呢 咱应该胜算还是有的 是吗 嗯 但是我不是又不想打官司吗 这么折腾 就 我 我知道打官司 咱们赢的可能性 也应该有 因为它上面写了不是 无故关店吗 那你说无故关店 我爸这种情况 应该不是无故关店 那属于生病啊 那 那老年人生病了 说罚这么多就罚这么多 是不是 他 他们才挣多少啊 是 你别着急 你这样 我现在网上啊 查一下这个 凝城这个便利店啊 背景 组织成分 咱知道人家什么咱好打仗 对对 我就说想去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朋友认识 跟他们内部沟通一下 对吧 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单方面的 就说要罚多少钱 就罚多少钱 凝城便利公司 这不能够吧 怎么了 潘梦资本刚给他们投了资 联席董事于洋洋 那这事好办了 我给他打一电话就完了呗 怎么着也是我前妻 这点面你应该给的 要不我 我跟他说说 好 好 那个 那我约他 咱们跟他见个面 你先先打 看看看看他知不知道这事 行 喂 杨阳 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 实在不好意思啊 没 没休息吧 怎么这么客气啊 有什么事吗 是有个小事 什么小事 是这样的啊 这个想问问你 这个加成便利这个 跟你有关系吗 有啊 怎么了 这太好了 是是是这么回事啊 这个加成便利啊 有一笔罚款 数目还不小 关系这便利店呀 是这个 甜蜜的爸爸妈妈承包的 你能不能给 给帮我玩 甜蜜说了 想想见你一面好不好 什么 这么巧啊 不适合啊 不适合啊 是啊 他 他世界他就这么巧 你看啊 这个甜蜜现在的情况 你也知道 这么大一笔罚款 这真是钥匙压得人家家里身上 那 那就喘不过气来了 你能不能想办法 给 给通了通了 也 也不是通了通了 就是 你先跟甜蜜见个面 把这事当面说一说好不好 这种事怎么可能 你给我打电话随便说说 就完了呢 真的是 我为什么要给你这面子 好歹夫妻一场一点都不了解我 行了 甜蜜既然让你打电话了 面子嘛 多多少少给一点 我是觉得他没有见我的必要 如果他是执意要见呢 就让他明天早上十点钟 来我公司吧 行啊 可以啊 那就明天见 就这样啊 拜拜 再见啊 这么巧啊 那上午十点 但是 你得有心理准备了啊 可能这个 听他的语气象不大 而杨阳这人呢 说话也比较 刻薄要是 好 我得去见一面 至少知道他 至少我知道他们怎么想吧 看看这个事情还有没有余地 那要不要我 我陪你去呢 不用了 我自己去吧 那行 先谢谢你啊 能见我 甭客气 长生打电话了 我一定是会见的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 您倒真没见我的必要 我对你父母的这个事啊 很难过 但是我们的处罚决定已经下达了 是不可能更改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事情是突发情况 他突然的胃疼 是不是 我爸爸他连医院都没敢去 就怕耽误时间 就去了药店来来回回去二十分钟 我就希望你们能够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考量 这这么高的处罚我就 我 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公平 你们的理念是以人为本 而且的确你们也做了很多好事 让我父亲这种 没有办法交这么多押金的人 依然能够承包你们的便利点 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 你们能具体地 变通地考虑一下 天秘啊 理念归理念 规章制度是规章制度 所有的规章制度 必须严格地执行 我们才有可能去谈理念 还有就是 你父母承包的时候 应该也签过合同 合同上写过 必须二十四小时营业 对吧 你父母应该也签过保证书 承包人必须有能力 二十四小时营业 这些你应该都是知道的 的确 这个我们签过合同 但是 人又不是机器 对不对 突然地生病 他们之前没有经验 并且是老人 他这种突然理念 也是迫不得已的呀 的确我们也针对 这样的突发状况 再重新制定一些应急方案 但是这一次 处罚决定已经下达了 你看 你们都觉得这是一个 突发的时间了 你们要再去应急措施 那说明之前的合约 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能不能暂时的 先不要去处罚 这是两回事 合同有没有问题 是一回事 我们要不要重新修改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处罚已经下达了 下巴到各个门店去了 没有办法更改的 话再说回来 您父亲也是吃便利店里 即将销毁的过期食品 而突发状况的 按规则 这也是不允许的 我们尊重一下契约精神呗 好吗 好 谢谢 冠冠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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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早 早 喂 我问你一下 万百千有消息了吗 正想跟你说的事呢 正让我妈呀给说对了 这万百千啊真是进去了 小股小胞呢也跟着进去了 还没判 估计一年半载应该是出来了 那这样好不好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想跟债委会申请一下 把那个万百千的那个钱 我想先取出一部分来 给我爸妈把那罚款给交了 就是说这事你就想这么认了 我觉得 余杨有一句话还是挺有道理的 他说你要尊重契约 我觉得 这事我认 可我觉得吧 这件事呢 还是有讨论的空间的 不讨论了 有这个时间我们干点大事了 就这样吧 好吧 你跟债委会说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那行 那我把今天这个发出去之后呢 我跟债委会商量商量 好 天蜜 怎么了 现在这份合同要是没什么问题 我就准备盖章给他发过去了 行 发之前让我看一眼 行 因为他们说需要大概三到五个工作日 才能记录给咱们 可以 没问题 行 然后还有个事 葛胜不是之前帮咱们做了一份 市场的数据分析吗 我觉得效果还真挺好的 我呢就夸了他几句 没想到他特别开心 然后跟我说如果有需要 他愿意帮咱们把长盛林家 未来几个月的数据 和其他的公众号进行一个数据分析 你觉得怎么样 狗事为什么 对咱们这么好啊 我觉得一个是他想帮你 还有一个 谁不爱听夸奖的词啊 所以他很开心啊 我觉得他 对咱们这么好 还是因为你的原因吧 我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你现在不是还跟他合租吗 他有没有再给你添什么补充协议啊 没有啊 那最近有没有罚你款啊 也没有啊 那他那个叫老婆的机器人 现在还用吗 好像最近还真没见他怎么用啊 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他不罚我款 是因为我没有违反这些合租的条约 他这合租条约已经足够苛刻了 他没什么可升级的了 他这个老婆一定是他用腻了 不想再用了 这肯定跟我没有关系 你说他如果喜欢我的话 他也没有请我吃顿饭 也不带我看电影 也不跟我 你干嘛去 甜蜜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把这个给发上去了 不是啊 我是没跟你商量 但是我就跟你商量吧 你也不会同意的嘛 是不是 我肯定不同意啊 你这是干嘛呢 赶紧给我删了 删是删不了了 而且甜蜜你看啊 那个我首先呢 没提你爸妈的名字 我就把这个事呢 提出来呢交给社会 让他们讨论 而且你看看就这么一会儿啊 评论量这么高 大多数人都认为 这事不应该罚呀 可是这不能改变罚款这个事实吧 而且 你让余洋他们看得会怎么行 这围观呀 改变气场 讨论呢促进变革 社会的进步就是他们 一点一点堆砌起来的嘛 常总 甜蜜 我们真的是超级账号了 便利店这个事已经上微博搜了 你看 各位叔叔阿姨啊 今天咱们这个债委会的这个议程呢 是这样的 咱们讨论一下这个 万百千的债务问题 上次不是讨论过了吗 怎么着 这次再讨论讨论 把钱分给我们 对对对 那个不是这样的阿姨 是这么个情况啊 这个上次会议之后啊 我专门找人啊 就打听了一下 这个小虎小豹 万百千被抓起来了 你看你看 主数吧 没错吧 怪人吧 没错吧 这个小虎小豹啊 属于从犯 应该那个时间不长呢 可以出来 但这个万百千啊 它违法数额比较大 估计一年半载 应该是出不来了 所以它这个钱 现在不是在我们这儿呢吗 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个甜蜜的爸爸妈妈呢 不是在开便利店吗 碰到点情况 这个具体问题啊 咱们没事 让 让甜蜜说吧 好不好 嗯嗯嗯 其实这事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需要交笔罚款 那么我就在想 因为万百千 现在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 就想跟大家申请一下 能不能把这笔钱 我先提出来一部分 先帮我爸妈把罚款给交了 然后 当然了 就是也看看大家的意思 如果大家觉得不合适 那我也不懂 也没关系 哎 我 我是同意的 我也同意 同意 我 同意 哎呀 你这个虽然呢 这笔钱呢 先不分给我嘛 我心里边挺生气的 但是呢 我也同意 这钱嘛 就得用救急呀 对 来 同意的 举手 哎 同意 哎呀呀呀 你看 我马上在网上 我把这钱给你转过来啊 好 嗯 太好了 哎 甜蜜 不用缴罚款 那你快看 这个嘉诚便利店刚刚发了声明 说取消了对承包人的处罚 你们快看看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哎 哎 真是啊 嘿 你看看 你看看 哎 这就是啊民意的力量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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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接个电话 嗯 英雄救美啊 发奖了 这是英雄应该做的 哎 我也啊 应该恭喜一下你们 你们终于到了一个企业呢 焕发这个 正常人文关怀的这么一个程度了 我也相信你们呀 会这么选择的 这不是我的选择啊 这是罗江的选择 现在呢他选择要见你 见我干嘛呀 收购你啊 啊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收购咱俩 我也是长盛应家的股东 什么时候啊 你现在赶紧过来吧 你要知道我们罗总的时间 是按分钟计算的 哦 我的时间就是 不是按照分钟计算的 我告诉你我时间是按秒计算的 你们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还真就不见了 不见 我觉得吧 也应该让罗江呢 尝尝这个被人拒的滋味 拜拜 我 喂 刚才这杨阳给我打电话 说她和罗江呢 想收购咱们长盛应家 被我给拒了 罗江要收购长盛应家 那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我为什么不拒绝 咱现在发展挺好的 干吗需要他呀 我们现在在瓶颈期 我们当然需要有人投钱了 是需要投钱 咱可以找别人啊 不一定非得是罗江吧 长盛 你成熟一点 你 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置气吧 对不对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罗江在投资界的位置 那没办法 我已经巨量了 那也没关系 依我对杨阳的了解 老板交给她的任务 她没有完成 她应该还会再给你打电话 喂 又干吗呀 你多大人了 能不能成熟点啊 说什么都知己 怎么跟你说一样 这是工作 工作 我跟你说啊 你打电话给我 让我见甜蜜 我打电话给你 让你见罗江 这不是很公平吗 这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呀 不过分 杨阳 我甜蜜 我正好跟他在说这个事 我再说服他 这样 您定时间和地点 长盛一定出现 你怎么替我安排呢 那你就安排吧 挂了 你以后再来 我应该是不过的 那肯定是有的 �ys 在这个洞里 Л brand 鼓áimen 你让低人 我们宣有一点 我吗 是 行了 我把视频地公布 明天 好 那就静候佳音了 好 那我 想啥呢 多好挑战 你要有什么可想的 我也不知道你要想什么 答应不就完了吗 不是 说认真的啊 如果这个 罗姜真要是给我投资了 我是建议你啊 让住百分之十来 一千万执行拿走 我那住百分之二十 我 我说的是 如果啊 如果他给我投了 不 长盛 不 长盛 你怎么弄不明白呢 我现在就在钱队里 我不需要钱 是你需要钱去发展 好吗 我只需要保留我的股份就好了 再说了 我真的非常建议你 跟潘孟资本合作 他们的实力啊 资源啊 比你想象中多很多 不是 雅昂 咱 咱俩 不是 你有什么可想的 我也不明白了 这 我 我得 我得回去 想 想这事去啊 回去跟甜蜜商量商量 是 怎么了 行 那我等你们好消息 嗯 今天这馄饨 是你妈煲的吗 嗯 嗯 那是我煲的 能吃出来啊 肯定的 这味儿跟你妈煲的不一样 没我妈包的好吃是吧 对对 下次啊 你还是把你妈叫来 我跟她学她那玩意怎么包的 好不好 不用费那个劲 你要想吃让她包好了 今天我是自己主动请一 想试试看的 那行 等哪天 你妈妈那店 发展壮大的时候呢 我也入个股 聊聊入股这事 我才跟你聊聊呢 这个 罗姜这事 你怎么考虑 我觉得吧 罗姜这个事这么看 我觉得你让的股份稍微有点多 如果你能跟 原来商量一下 让她 也多让一点 我觉得你的空股权会 你懂吧 我是说多让一点 你看啊 原来我是百分之六十 一阳百分之四十 现在呢 各拿出百分之十五来 给罗姜了 你再让养一会 给拿 这不合适的 虽说人家说不 不在乎这一清漫点的啊 也是啊 但是 你想 目前我们 长盛一家发展得非常不错 那 我们的经营收入也增长得非常快 行业影响力呢 也越来越大 如果这时候罗姜进来了 她担任董事长 那么公司的进行策略和进行方向 很可能受到影响 这个啊 不太可能 我呢已经跟 杨阳还有那 罗姜呢 我们达成共识的 他们肯定不会 参与我的决策权 而且常盛一家我在那儿 我是核心的灵魂人物 他们能说的我什么呀 我那儿有绝对的话语权 你放心吧 我想跟你聊什么呢 就之前呢 关于这个 资本进入这个理念呢 是你提出来的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我同意啊 我同意资本进入啊 但是我们必须在合同中 明确地表述出 我们的这个经营自主权 不受干扰的这个 这一点 我觉得这一点 对于你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我问你是 是我们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一定非要资本进入吗 我觉得走到今天 资本介入是一个大势所趋 大环境和大的趋势 造成我们应该顺势而为 其实我这么理解的 我觉得 今天的这个资本介入 我们走到这一步 它一定 不是我们奋斗的旅程里面的 终点站 它只是其中的一站 后面我们还会面临很多站 我们得过五关 斩六将 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呢 你不知道未来会把你带到 什么样的方向 但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的初衷 而且我觉得这一定不是 个坏事情 就算今天这个资本不介入 未来这个发展 一定会有别的资本进入 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保持我们的 我们自己做这个事情的 最初的想法 不被他们动摇 就是把盘子做大呗 那你说 要是有一天啊 这个 长盛赢家呢 真要是做起来了 我投资呢 把你爸你妈这个 馄饨店呢 变成连锁店了 这算不算是资本金融 应该算吧 那就这么定了 对了 嗯 还有两个事 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于晓晓希望我们到 盘梦资本那边办公 你怎么看 我去过那办公啊 干嘛呀 嗯 他就是想让你去 你原来的那个办公室办公 什么意思 还想让我记住 我当年的这个错误啊 吸取经验跟 跟教训啊 我估计 晓晓也不会这么诚心吧 就是他跟我说了一下 他说主要是一个是 现在这个物业归他们管 然后这个房租价格 比较优惠 然后那个房子正好腾出来 所以他们问我可不可以 我还没同意啊 我怕你比较介意 我 我介意什么呀 我介意 想多了啊 就是他们那房子现在啊 租都租不出去 非求助我回去也没问题 小事 你真的不介意啊 我介意什么呀 好 那好 那说第二个事情 第二个是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什么 他们只接受你 我和林梦 你妈 康叔他们 刘洋洋不接受 这事我也没答应她 这一点呢 我倒是赞成 洋洋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他们毕竟年纪大了 可能会跟不上我们的节奏 他们都是元老 没有他们的话 我觉得这样不好 要不这样 明天呢 开个会 我来说 你要注意方式方法 哎呀 放心吧 我知道 我来说 罗总 咱们可以啊 直接谈合同了 好 请吧 一会儿到债委会 你主说我主说 不是你说你说吗 行 现在欠多少钱 自己还知道吗 一百三十五 这次融资 公布合谋 我准备 运行好了 跟董事会申请 看看能不能给你点苦饭 给我多少 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呗 那你快点 要送我来一万 我还签你一百三十五 白兹 今天这是怎么 这 这 怎么了 是这样啊 那个 求求阿姨 明快说 康哥 我呀有一个 重大的消息 要跟你们宣布 什么事啊 长盛赢家 目前呢 已估值 一个亿 获得了一个小头鹿 太棒了 二十四 妈就傲 妈自豪 这里边也一个 有我们大伙的工作 是 是 我明白了 这人活着 还真得折腾 行行行行 那一个亿 是不是得分给我们大伙儿啊 求求阿姨 求求阿姨 这一个亿啊 是估值一个亿 不是挣到手一个亿 那不管怎么说 那可叫一个亿呀 这孩子这能整 整出一个亿来 哎呀 长盛有今天的成绩啊 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是我们大家的 你看 甜蜜啊 柠檬啊 对吧 还有我们这 这四个人 四个小组 大家一起干出来的 对对对对 肯定是少不了大家伙儿 来 这杯酒啊我 我先敬大家 来来来 那个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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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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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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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碰一个 祝贺 祝贺 是这样的啊 既然我们壮大了 那么我们就打算 颁新地址了 新公司啊正在装修呢 装修好之后呢 就肯定不用 我这个咱们 小齐白使了 在这儿呢先要 感谢我爹 行 不不不 你看 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支持了我一把 是吧 也感谢在座的叔叔阿姨 对长盛赢家的支持 我这杯酒啊单独敬我爸 爸 谢谢 谢谢你对儿子的支持 爸 这孩子给我整个 给我整个客气干什么的呀 我又是没 没说你放松 来 来 来 别看 父子俩还这么客客气气 还伤感起来了 哎呀 不要伤感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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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换一个办公地点嘛 没事 来 来 哎呀 长盛你看你这一搬走 我们这一过去 你爸也挺可怜的 就剩你一个人了 老长 把你扔在这儿啊 我们还挺不老人的 没事 就是 哎 长盛啊 那新的办公地址在哪儿啊 哎 有没有麻将桌啊 必须有麻将桌 对 我们搞的是麻将桌外交啊 对 所有的项目都在麻将桌上谈成的 哎 是 儿子 哎 那我们什么时候搬过去啊 那是 是这样的啊 那个 暂时你们呀 是不用搬过去的 哎呀 没事 你不用考虑我们 你们方便上下班就行了 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 对对对 对对 我们可以客户困难 是吗 不不不 那个 她 她不是这么回事 怎 怎么回事啊 她 她 她是这么回事啊 就是 长盛赢家嘛 她既然有了这个新的资本投入啊 她就有新的 这么说吧 我觉得你们啊 还是应该享受工程库 打麻将 这最适合你们了 现阶段我认为你们已经完成了 你们应该完成的 历时使命 田明 你 你 你是我们的职界领导 你跟大家说说 发 发 发生了什么 就是公司 因为有变化嘛 所以人事也有一些调整 是 田明 这是谁决定的 是我 是我决定的 这领导班子还挺一致 不不不 那个 是这样的 那个叔叔阿姨 真是我的决定 田明哪有可能做这样的决定啊 他还是一心啊 想带着你们去新公司的 是 是我这个坚持 让你们不 不能来的 长盛 你这是谢莫杀驴 不 老康同志 不好听 我们是人不是驴 我这就打个比方吧 比方不准确 这叫过河拆桥 上房抽屉 挂个服役 你要进工厂 长盛 田明 李梦 其实我们这些人 还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发挥 我们有使不挽的劲 我们还有很多人卖资源 等等等等 没有施展 没有利用 东梅阿姨 叔叔阿姨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也纠结了很久 做出这个决定 也是迫于我们的无奈 在我们这个层面上 我们已经尽到了 最大的努力 其实我们两个 也难过了很久 不知道该怎么 跟你们说这个事情 可是 公司的确面临着 要更大规模的 这个建设 我们 带领公司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 那么需要新鲜的血液 你们之前为公司 做的一切 我们 我们不可能忘 但是因为新的公司 从强度上面 从体力上面来说 我们都很担心 你们吃不消 我们吃得消 吃得消 吃 吃 吃 不是 不是 吃不消 吃得消 吃 吃 吃 不是 不是 你看啊 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们体力 吃得消 可是我建议你们 把运用完的劲 使在广场路上 这不更好吗 是不是 人生就像一场广场 谁的广场 谁做主 长盛 马实话告诉你 因为前段时间 我们不停地拉广告 做业务 我们的地盘 已经失手了 你妈 已经不是从前的你妈了 你妈 已经不是这片 广场屋的舞王了 我们的地盘 已经被人占了 我们已经无处 可去了 啊 你妈 我 我 就是我 你妈